大家好 我是嘉瑜 我是Rona 嘉瑜老師 我們在上次的時候 有跟各位朋友分享到 就是有關於格局的部分 對啊 我剛好這幾天呢 在翻這個抖數全數的時候 我看到了兩個格局 我就覺得很適合在今天 來跟大家說介紹 今天要分享的格局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主要介紹兩個格局 一個是單池櫃池格 一個是日曆中天格 這個單池櫃池格 就名義上我其實看不出來 它跟什麼東西有關係耶 好 沒關係 我來跟妳介紹一下 單池櫃池格呢 早睡清雲之至 單池為日居莽城市 櫃池為月入有虛害 此六宮生命欲知事也 亦關鍵昌曲奎月 又是一個有聽沒有懂的 但是我大概猜得到 我從公位上面去猜 跟太陽還有太陰這兩顆星有關係 嘿 真的很聰明 沒錯 我也覺得我自己很棒 單池櫃池 太陽會在卯 城 市 這三個位子 那這三個位子呢 也是太陽的望位的位子 那望位的太陽呢 其實應該是從引位開始到衛位 是太陽的望位的位子 但是呢 在武功的位子呢 太陽很大 它要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它會很辛苦 那在卯城市這三個位子呢 在卯位的太陽呢 它是日照雷門閣 在城位的太陽呢 它是日月並明閣 在四位的太陽呢 它是明日趨暗閣 那這剛好呢 都是在太陽 不會這麼的強旺的位子上面 但是呢 又是在太陽的望位 再加上太陰的話呢 太陰會在有去害這三個位子 那這三個位子呢 也是太陰最好的位子 太陰在有位的時候呢 對面是天童 是不是很讚 太陰在虛位的時候呢 是日月並明閣 那太陰在太位的時候 是月朗天門閣 那這剛好呢 都是太陽跟太陰 在最佳的位子上面 所以嘉宇老師 我可以理解成說 太陽跟太陰 他們算在那三個位子 都代表是望位 可是其實在照顧別人 又不會那麼強勢 給人家的感覺 是比較舒服的嗎 是啊 哇 你的理解力很強 好棒 再加上天魁天月有貴人提息 那他在工作上呢 願意幫助別人 那所以呢 人家也會願意來給他幫助協助 就會有貴人來提息他 所以他的重點就是 因為他願意幫助別人 因此呢 他就會得到貴人給他的提息 累積功得子的概念 就是你先付出 對 然後未來可能 你幫助一百個人 那未來可能會有兩個人回饋你 沒有錯 就是這個概念 然後呢 再加上文昌文曲 當太陽加上文昌的時候呢 會讓太陽在領導的時候 多一些調理 那當太陰呢 加上文昌的時候呢 會讓太陰的感性 思緒 多一些調理性 那加了文曲的太陽呢 會讓他在領導人的時候呢 會比較沒有這麼的強勢 加了文曲的太陰呢 會讓他在照顧人之餘呢 會有更多的想法 喔 意思就是 他融合了理性跟感性之後 對應出來的假掰 因為他有一點假掰 他就比較不會那麼強勢 也是就是 因為他有 有面子的問題嘛 對 然後加了文曲之後 多了感性 有了這個感性之後呢 他又多了 就多了同理性 是啊 哇 古人其實蠻有智慧的耶 雖然他寫的文周周的 讓我就是閱讀上 有一點困難 那不管是 面工化科 觀錄工化科 踩播工化科呢 都會讓這個人 早年就會備受注意 以太陽來講呢 在毛的位置 天良會化科 在成的位置呢 太陰會化科 在四的位置呢 彩博工天良會化科 那太陰呢 本身他自己也會帶科 嘉瑜老師 你剛剛提到那個 日照雷門的時候 他的彩博工是天良化科耶 可是啊 我有看那個大根老師的影片 他是講說 彩博工上面有科 通常都是破財 所以破財對他來講 反而是好事喔 那因為天良呢 他是僻硬之心 是照顧別人的 那因此呢 他在照顧別人之餘呢 相對的 曾經受他照顧的人呢 也會適適的給他一些反饋 喔 就是花錢照顧別人 然後他在累積 一樣是累積功德值的概念 概念沒有錯 喔 這樣我知道了 好 所以呢原則上呢 都要帶到化科 那帶到化全呢 其實也可以 全呢 那代表呢 你會掌握自己 掌控自己的人生 那這樣的人呢 就會符合 單持貴持 早睡清雲之子 的這個格局 那所以呢 需要符合以上這些條件 我覺得古人啊 算很聰明 可是心機很重耶 他都會加一些板頭 板頭 喔沒錯 我會先觀察我的朋友 是不是具備這些格局 如果有的的話 我就跟他當好朋友 沒有的的話 就當普通路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 那佳玉老師 我期待了很久 剛剛有講說日曆中天的部分 對啊 我實在是很想知道 到底很旺 在照顧別人的時候 給人家感覺很強勢 他為什麼可以成就一個好的格局呢 日曆中天格號 太陽居舞 未知 日曆中天 有專權之位 敵國之父 聽起來很厲害 很厲害 假如生命座與古畏 欲有太陽更新 生人 日生虛者 富貴全美 女人逢之 望夫 義子 風正夫人 風風 是那個風 就是他會被風正為夫人 那什麼樣的人才會被叫夫人呢 有錢人的太太被叫夫人 沒錯 那這句話的意思呢 就是說呢 命公座的太陽 或者是生公座太陽的人 命公座太陽 是不是日曆中天格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他的太陽在五位 太陽會很辛苦 因為他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那為什麼生公座太陽也是呢 因為生公會在這些位置上面 也會在我們的財伯公 福德公 官陸公 夫妻公 以及遷移公上面 那財伯公呢 會影響福德公 福德公 會影響財伯公 那夫妻公會影響官陸公 官陸公會影響夫妻公 那遷移公會影響命公 我這樣有沒有好像在繞口令一樣 我覺得你的繞口令講得很好 謝謝很好 那這些公位呢 不是跟錢有關 就是跟工作有關 那太陽呢 在五位的時候呢 他的對面剛好是天良心 天良心 在外面呢 他會願意照顧別人 提醒別人 具有領導的能力在 而且呢 因為他會幫助別人得到貴人的提息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奎月一樣 會有貴人的提息 因為他會願意幫助別人 這樣的女人娶回家 是不是可以 我好想要有一個這樣的女人照顧我 他這樣的老婆呢 在家會幫你領導你的家族 那在外呢 帶出去又很有面子 而且呢 這類的女生呢 通常都長得很漂亮喔 對 太陽作命的女生都很漂亮 那還有一個條件 他必須是要白天出生 因為太陽作命的特質就是要白天出生會比較好 好 那為什麼要碰到更年跟新年呢 是因為剛好更年的露存會在日曆中天的福德宮 對 然後新年的他的露存會在日曆中天的天災宮 沒錯喔 冰宮 來采放是有錢 是 好處啦 好處 有好處啦 然後天災宮有好處 那真的是難怪 啊 古代人心機好重喔 這書一定是男人寫的啦 嗯 才會就是真的是望夫義子 真的喔 好 那還有呢 更年太陽會怎麼樣 太陽會發露對不對 對 那新年呢 太陽會化權 對 所以呢 他要能夠富可敵國 那這也就是他能夠有敵國之父 富可敵國的狀況 還有他的專權之位能當上大官的原因 哇 那真的很厲害 所以無論日曆中天的人是男的或是女生 其實都是很棒的人耶 因為他第一有能力 然後第二又願意照顧別人 所以呢 要帶到路跟權才算喔 這類的人呢 因為呢 太陽是重視規則又想要幫助別人的人 因此呢 他如果帶到權就很容易往政界發展 制定規則 對 帶到路呢 他就很容易成為商人 才會寫專權之位敵國之父 在我們這個年代呢 其實這個格局對女生來講是相對好的 我要如何才能誘惑日曆中天的女性跟我在一起 那你就要乖乖聽話喔 為什麼 因為日曆中天格她是太陽做命的女生 嗯 太陽做命的女生她喜歡制定規矩啊 如果她在跟她有應風應制定規矩的人在一起的時候 是不是兩個就會容易起衝突呢 哦 所以難怪太陽星做命的女生 她的夫妻公都是天童 沒錯 所以呢很多女性的政治家呢 跟女性的企業家很多都是這樣的格局的 她們想要制定規則啊 然後又關心這個社會的發生的事情 然後也願意照顧別人 可是當她具備足夠的條件 讓她自己先不許她自己成為大企業家 跟就是好的政治人物 然後就可以制定好的規則來幫助更多的人 這個就像妳剛剛講的 有一個很妙的地方 就是這個格局的女生的夫妻公呢 就會是天童 她的旺夫是只要她的另外一半 乖乖的聽從她的建議 然後去做這方面的努力 那就可以得到好的幫助跟回饋 真的很旺夫意子耶 但是男生千萬不要聽到這個格局 就開始往這個格局去找女朋友 然後適合自己的對象比較重要知道嗎 那這樣我們今天兩個格局就分享完了 如果還很喜歡格局的朋友 趕快按起來 按起來 掰掰